来关心国际财经消息 美国2月零售销售呈现三个月来首度成长 不过随着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震惊因素双重影响下 周四美股开高走低 道琼大跌231.19点 撞下5周以来最大跌幅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边境地区 举行新一轮军事演习 丝毫没有放弃侵吞克里米亚地区计划的迹象 俄罗斯MICEX指数 继周二重挫2.3%后 周三再下挫1.7% 紧接着欧洲三大股市德英法 周三也下跌于1% 避嫌黄金价格则来到六个月新高 德国总理梅克尔周四罕见强硬 他表示 如果俄罗斯不放弃对乌克兰的政策 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及经济伤害 同时中国大陆今年一到二月的经济明显放缓 投资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都降至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准 受此影响 美国股市周四也随之下跌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231.19点 来到16108.89点 跌幅1.41%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2.91点 收在4260.42点 跌幅1.46%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1.86点 收在1846.34点 跌幅1.17% 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9.78点 收在565.14点 跌幅1.70% 尽管数据显示 美国零售业销售与就业市场正逐步转好 但仍难以缓解中国大陆经济数据现佳 乌克兰情势告急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新唐人亚太电视业务编译